中国外交部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这个事情今天是刷屏了 我的重点呢 看了一下中方的报道和西方媒体的报道 关于这个英文用词上的区别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首先外交部的这个声明的网站 在这边可以查询的到 同时驻美国驻华使馆 中方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最后呢说呢 这个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 责任完全在美方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 重归正常创造必要条件 那这些话英语对呢 是怎么去表达 我们看一下新华社英文版和美国CNN 对相同事件 大概内容也是相同的内容 他们的英语表达有什么区别 首先看一下新华社的英文通稿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US relations is not what China desires to se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sponsible for all of this We once again urge the United States to immediately retract its wrong decision and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bringing the bio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track the statement added 再看一下 CNN的报道 The current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omething China does not want to se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rests entir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这两大段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一些具体的表达方式啊 看一看大家的喜好 首先 撤销美国 对美国驻成都总理事馆的设立和运行许可 这是中规中矩 新华社的翻译呢 比较中规中矩 撤回许可 to withdraw his cons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in成都 没有什么毛病啊 撤回 withdraw 许可 consent 这个consent可以理解为许可 或者是同意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要用consent 这只是一般是作为一个同意的一个表态的一个用法 后面的成都总理事馆的设立运行 这个就不需要细说 没有什么问题 那CNN的报道呢 简单带过 北京 was revoking the license for the成都 consulate 就是北京正在撤销成都领馆的执照 这个许可可以理解为许可证 对吧 license 可以一笔带过 也可以说比较好理解 我不知道这个consent和license 究竟是数好数坏啊 哪个用的比较地道一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 我只是说这里有个区别 撤销撤回 用哪个好呢 新华社用的是withdraw 当然withdraw是我们都知道的比较 怎么说比较口语化的 比较非官方的那种 用的比较多 withdraw is consent 那CNN用的直接是revoke revoking the license 撤销它的执照 就用revoke revoke的字面意义就是撤销 那withdraw呢 基本上是撤回 拿回来 是吧 我取消什么东西 这个拿回和撤销 我个人理解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也更偏向于CNN的这种方式 就直接是revoke revoking the license 撤销你的执照 和撤销你的许可 新华社这个呢 withdraw is consent 是拿回 它这个拿回和撤回 撤销概念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这个我仔细把它一下个人的观点 那另外一个短语 责任完全在美方 责任完全在美方呢 这个我们用新华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United States is responsible for all this 当然这个直接就是直译过来的 责任在美方 谁呢 United States is responsible for all 你承担所有责任 也没有什么毛病 但你再看一下 CNN的对这个责任完全在美方的 也不是它的翻译吧 因为它的母语就是英语 是吧 我只是觉得它 作为从一个母语的角度 可能体现那个意思更精确一点 你看 The responsibility rests entir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这个就不是说 You 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y All of them All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is yours 这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典型的一个翻译习惯 是吧 那你看英文呢 它把物体承担的责任放在前面作为主语 那中方的翻译呢 像我们中国人翻译呢 往往喜欢把谁或某个机构 或者是国家这个放在第一位来作为一个主体 或者是作为一个主语 这是我们的习惯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思维的模式的问题 中文的思维就是把谁放在第一位 英文的思维呢 是把那个被动的东西放在第一位 Responsibility放在第一位来看到没 The responsibility rests entire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责任完全在美方 我觉得这个CNN这个表达更贴切一些 就是从英文的思维角度来说更贴切一些 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那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再次敦出美方立即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新华社说 We once again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immediately retract its wrong decision 前面都一样 CNN是说 We once again ur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immediately revoke the erroneous decision 这里唯一的区别就是撤销错误决定是怎么表达的 中方新华社的表达是retrack its wrong decision 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retrack就是撤销的意思 或撤回拿回的意思 这两个动词之间的对比呢 你用retrack或者用CN这个revoke 没有什么毛病啊 但是我觉得有个吐槽的点就是说 有关错误的决定 这个错误啊 因为它这个文件是非常正式的外交辞令 新华社外交部正式发布的一个通知 这里面官方的成分我觉得是偏多的 就是官方啊 就是是吧 我们说的文言文和白话文 你直接用一个wrong decision 表面字意上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你再看CNN的表达 revoke the erroneous decision 它这里就不用一个wrong 因为wrong我感觉就是太浅显了 就是太口语化了 虽然都是错误的意思 但erroneous就都显得更怎么说 更字面更体面一点 而且说更正式一点 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 它是一个erroneous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看起来就更官方一些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这个词的用法呢 虽然很简单啊 错误的决定 那你是用wrong还是用erroneous 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用erroneous 这个显得更官方 比较适合目前这个场合 那再来看最后一个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 创造必要条件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就是新华社的报道啊 为两国关系重回正常 创造必要条件 当然了创造必要条件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CNN也是这么说的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最关键的就是 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 这个怎么说 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 新华士说呢 br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track 是不是感觉就是非常chinklish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重归 拿出来摆在这边 重归把什么什么带回到 就bring什么什么back 对吧 br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把两国关系 重新带回轨道上面 当然了这个 on back on track 它可以理解为重归正轨的意思 也没什么错 那我们再看一下 CNN的报道 to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tur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ormal 它这里没有提 把什么什么带回来的意思 一句话就一个名词 return 返回重归 就是return retur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ormal 把两边 双边关系 重回正常 这个 我觉得这个概括的 相当经典啊 你不用说 br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track 这种 一定要把这个bring 体现出来 那CNN的报道里面 就完全没有bring这个词 就是什么 重归正常 要把它带回来 这种就没有 直接重归用一个名词 return 来解释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tur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ormal 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意思体现的比较精确 新华社这个意思呢 creat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bring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ack on track 就说 你直接说normal嘛 bring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 normal 也行 back on track 有一点像Google翻译的那个意思 一定要说重归正轨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它意思用到了 但是有点牵强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的 CNN这个表达方式呢 确实感觉是 比较地道一点 就是该表达的有 没有什么化责添足的成分 就比较精确 而且比较地道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呢 以后做翻译的时候 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